Hello,大家好,我是Alex,欢迎来到Silical Valley Tea Time 在北美职场,读MBA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MIT的再读MBA学生来和我们大家做分享 Hello,大家好,我是Emma 那到底什么是MBA program呢? MBA的全称就是工商管理的硕士 通常是很多工作了四到六年的人 然后想要在工作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转变 然后他们就会读一个MBA 最常见的是两年的全职的program 然后也有的人是因为他的工作经历更丰富 然后就会去读一些专门的executive的MBA 然后工作比较繁忙的人 他们有可能会选择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那就会有兼职的MBA 那MBA program最适合哪类人呢? 通常据我所见的来读MBA的同学都有几种原因 换个地方发展 换行业或者是改变一下自己目前的职能 那第一个换地方发展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班里面有30%到40%都是国际学生 然后很多人都看好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然后很多工作的机会 薪水和就是工作的时间平衡力比较好 所以就想要来美国发展 也有的同学是出于就是看准了东南亚非洲等等很多是现在很有发展前景的发展中地区 然后想要通过MBA然后就去投身到那个地区去发展 换行业的话就是大家都看好互联网医疗健康等等的行业在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 所以希望可以通过MBA作为一个跳板然后加入这些行业 学生最常见的话他们其实会称为可能咨询师 也有可能是产品经理还有就是投资管理等等 还有其他的原因就包括想要拓展自己的人脉 其实读MBA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我们身边的同学 因为大家都来自各行各业 然后他们都有很宝贵的经历跟故事 然后我们可以从大家身上互相学习到很多 接下来还有我的同学就是因为是公司资助他们来的 然后因为MBA是一个很多公司都看好的非常值钱的学位 然后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员工可以经历过MBA的训练 所以他们就会选额的资助自己的员工来读这个两年的program 那MBA课程里面具体学什么东西呢 在MIT的话我们有必修课程跟选修 必修课程就包括了经济学会计组织管理学沟通 还有一个是我们MIT特别的课程叫数据分析决策 那本科也有这样的课程 听起来好像这些课程的名字都听起来特别的熟悉 那MIT的MBA program里面这些课程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主要是三点吧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都是已经工作了好几年 然后现在在回学校深造 我觉得我们都是带着自己在之前的工作里面碰过的问题而来的 所以有些不同的概念可能说我们在本科已经学过 现在又在学 可是你带着工作中的问题 你就会重新从不同的角度再去看一点 然后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讲师跟同学 我就不能再强调的更多就是我觉得同学真的是MBA最重要的财富 因为大家都从各行各业来然后他们都有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跟故事 而且大家都非常的愿意互相分享 我们就会从不同的人 就像一个人只能经历一个问题一个经验 然后不同的人几百个人就几百个经验 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更深入的去看同一个问题 然后MIT的讲师就不用讲了 就是我们都是世界有名的faculty 包括有一些是诺贝勒奖的获得者 他们现在也还继续在教我们 我们也可以选他们的选手课 然后他们就能够很生动的结合自己实际在他们的研究 或者是他们的industry experience里面的经验 然后再跟我们去讲解 那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MIT强调的最多的 就是action learning 我们有很多机会是可以跟公司去合作 去解决一些实际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门可贵的 例如说上学期我修了一门课是关于operation management的 然后也同时修了一门课叫operations lab 然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是一个四人的团队去到Peru 秘鲁的一个采矿公司里面 去帮他们解决他们的inventory management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把我们在课堂上面学到的东西 尝试在实际上面的应用 然后再从实际应用里面碰上的疑难 再去反思回顾说我们怎么可以 就是更好的去理解 并且消化那些不一样的theory 那除了必修课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选修课是可以配合同学们不同的职业追求跟兴趣的 比如说我们有不同的certificate analytic certificate,healthcare certificate,还有sustainability 就是关于数据分析,关于医疗健康,还有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的证书 然后要完成不同的证书的话里面就会有不同的课程可以供我们选择 除此以外我们也有不同的track 比如说finance track,ENI就是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还有就是enterprise management 然后都是可以供大家去发展自己的职业兴趣 哇,听起来MIT的这个program让你得到了很多学术上和职业上的收获 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个人领悟上的收获呢? 哇,这真的太多了,下次可能说不完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了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吧 因为MBA书刚刚说的就是那些学术上面的收获 其实我们一直一直都在训练自己的soft skills 就包括communication跟leadership 然后我对leadership其实有了重新的理解 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更多的觉得leadership就是作为一个就是高级的管理人员 他怎么样去管理他的团队 就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比较遥远的一件事情 可是现在的话我就觉得一个团队怎么样可以很好的运作 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可以成为leader 你不一定要是团队的主管 我觉得leadership其实是可以更广义的去理解的 就是我作为一个团队的成员 我怎么可以有效的跟我的同事,我的上司下属去沟通 然后使得整个团队去运行的效率更顺畅 然后还有一些时候是我怎么可以就是看准机会 然后去利用我所有的能力跟资源去帮助整个团队去实现我的目标 我觉得这些都是就读了MBA之后学到的新的领会吧 然后第二大点的话我觉得关于个人的机会上面 以前我可能更多就是找工作啊等等 我可能会是被动的等待 可能去看一下就是不同的网站上面有什么样的opening 然后有的话就投一下 可是来到了美国读MBA 我就是深深的被身边的同学的机器主动给感染了 然后我发现其他都很懂得怎么样的去主动创造机会 这种主动创造机会可以是方方面面的 可以是工作上的也可以是其他的活动上面 就是说我有一个同学他原来是一个退役的军人 然后他是负责开飞机的 他原来没有太多的财务背景 可是他就对财务和投资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因此他就不断的去积极的去接触不同的行业 就是不同的财务基金的经理 然后他就真的联络上了一个就是负责基金投资的经理 然后给了他一个面试的机会 然后最后他就成功的为自己找到了一份就是全职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佩服他 又或者说我自己的话其实来读MBA之后 一直都很想要去非洲看一看 然后我现在就真的要梦想成真了 然后这个机会其实本来是不存在的 然后我就一直的去找我们其中一个负责吧 学生外派到不同的区域去的主管人 然后一直强烈的表示我对非洲的兴趣 然后没想到就是真的跟他聊了两三回之后 就等待了三个月才终于等到机会了 所以简而言之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找到对的人 然后积极主动的去跟他们表达说自己的意愿 然后再去说为什么我要是那个candidate 然后为什么我可以得到这个机会 然后很可能你就可以真的得到一个原来不存在的机会了 还有就是除了刚刚说的思维方式上面的改变之外 我觉得好像不夸张的说 其实整个世界观都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那看到了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 然后也觉得就是其实看问题跟事情不能光 就是狭隘的在自己身边的事 比如说我去年spring break的时候 就放春假的时候去了一趟巴勒斯坦 然后对整个中东的历史跟冲突 还有就是宗教文化上面等等都有了更深的理解 然后与此同说也更就是有一个感悟就是真的要非常的open-minded 就是可以就是放开自己的心怀的去跟别人沟通 那最后一点可能是关于impact investing 就是影响力投资 我自己其实的背景就是财务跟金融 然后来到读MBA之后 然后就听到很多就是同学都在讨论现在很火的一个话题是怎么样可以兼顾投资里面的财务回报跟社会影响 就因为对这个这个topic有兴趣我在暑假的时候也去了世界银行 warebank group下面在华盛顿的一个机构去工作 然后专门负责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不良资产的投资 然后就可以令我思考更多就是作为一个business professional 除了就是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公司赚取更多的钱之外 其实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做利用我们的能力去为整个社会贡献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开眼界 哇 看来MIT的MBA program里面有很多学术上和专业上还有社会经历上的活动 那除了这类型的活动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呢 其实有很多的因为我们是work hard and play hard 我们整个班级有400多个人吧 所以学校就把我们分成不同的cohort 就是我们有6个不同的小班 然后可以令我们更亲近 然后cohort呢里面又再分成了不同的core team 大概每6到7个人就会是一个小单位 然后我们就会第一个学期整个学期都待在一起做一样的project 然后上一样的课 然后就会变得很紧密 我们平常就会一起出去玩啊一起吃饭啊 还有就是年度会有一个ski trip 然后就是一整个年级 然后几百个人会一起去滑雪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而且难忘的活动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fancy的party 我们每年都会有4board跟spring gala 就是秋季跟春季各有一个舞会 然后除了这些就是party类的活动 我们有时候也会非常深入的分享一下我们的人生的故事 然后我在MIT特别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叫The Young Yarn 然后就是我们在里面大家都会敞开心胸的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未必会谈到的故事 就是我记忆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有很勇敢的分享了他自己来度MIT之后怀孕 然后又不幸流产是怎么样去度过这段悲伤的日子的故事的 然后还有的人也就是分享过他的兄弟姐妹 可能就是有的是患病就是长期患病 有的是可能是吸毒过量而发生一些意外 但是他们都会非常精进的去面对 然后通过这些故事的分享 我觉得我们会变得更关系会更紧密 然后与此同时也通常会得到很多的启发 就比如说我们的人生其实真的是很幸福了 就是能够顺风顺水的来到今天 真的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然后去更勇敢的训练 那听了这么多读MBA的优点和收获 那读MBA你觉得有哪些缺点呢 我觉得缺点真的要说的话应该就只有一个吧 就真的是学费很贵 除了说你是像刚刚说的是公司赞助而来的幸运儿 然后其他人的话基本上都是要自讨要不要去付学费的 然后我们学费是7万美金一年 然后除此以外那当然大家都是已经工作好几年了 那你要考虑机会成本 就是我有两年是停工来成职读书的话 那我丢失掉的晋升的成办 还有丢失的薪水等等 不过当然最后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优点要远远达于缺点的 才会每年都有这么多人的买点原因 听了Emma这么多的分享 我自己都越越欲试想要申请MBA项目了呢 我知道Emma为了申请MBA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 如果你想详细了解申请MBA需要做什么 以及Emma是如何拿到多个美国顶级MBA项目的录取offer 就请关注我们的下期视频吧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收藏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